大家好,歡迎收看谷田小將這個環節 我世榮會在牧場馬甲中和大家討論一些新馬 如果大家未見過這個環節 可以一起探討馬的血統和腳法 甚至乎將來的腦情性能等等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可以按右手邊 牧場右下角 四星龍珠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採訪頻道 帶大家看看今次我們抽什麼馬卡 這個相當重要 一看,很熟的這件彩衣 其實就是這個紅運復星的彩衣 為什麼這麼像紅運呢? 原來這個團體馬叫好好傾團體 改了馬名叫狀元級低 裏面這個團體其中一個馬主就是夏佳里先生 亦都是節馬會的主席 見到這隻馬所以會有一個藍底 橙色間條的坐衣 我相信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為什麼要說這隻新馬呢? 跑過一次又第二 是不是很威風呢? 四選我沒有選擇他 但是我不是認為他沒有機會 只是他一定偏熱的 上次很厲害的 因為他沿途在外檔走三碟 沒有遮擋之下可以回來 其實算是幾好水準的 風彩華亭那場表現真心不頑 不過我覺得呢 就是這次的附綁雖然輕一點 但是路程上他由泥地轉了草地 未必得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一齊看看他的血統 見到這隻馬呢 曾祖父母系呢 八線呢 都只有一隻澳洲馬 其餘全部都美國馬 他懂跑泥地有多出奇 根本有很多泥地馬 躲在這裡裡面 所以他隔了幾代之後 來到會跑泥地 其實很閒的 那是不是真的要在今天搏呢? 這些大賽日 會不會不出奇的 但是對手都不是弱的 有些後上四季起 跟前又用創派對 諸如此類呢 會令到 狀元級帝呢 依然都是容易熱 但是難贏的 甚至放頭 你想放嗎? 我不好意思 寬頓說我在二檔 頂住你的狀元級帝 大家都會想到有些事發生呢? 你就知道 其實那個形勢上 並不是那麼容易跑 除非有大幅進步的 所以這些馬呢 大家都要留意了 好啦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更加多精彩節目 歡迎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一會兒 我在公司會講完託 之後呢 建制賽馬班之後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Manuel 真似的 賺點 阿